我是一个客奸瑜伽老师,平常我也深知孕妇瑜伽对宝宝的好处,怀孕的时候没有停止这份工作一直在锻炼,每次B超宝宝都很健康,自己的身材恢复得很快。 宝宝出生64天了,我提前穿了骨盆,收缩但身材没有一点狗张,非常建议孕妈们多多做这些运动,运气如果一直来这刻不好。 而且对顺产的妈妈来说有很大的帮助,这些都是以自己的经历来建议。 再说一些怀孕的症状,一,怨吐几乎没有,恶性的不到两个月,胃口跟怀孕不太好。 前期吃的很少,吃一点东西就不想吃了,后期变好,我感觉运气比较折腾人的是太动。 宝宝是白天不动晚上动,晚上严重的睡不着觉。 三,夜食上前几个月喜欢吃清淡的,恶心的时候喜欢吃酸的开胃,后几个月比较能吃,爱吃鞋的,我觉得怀南还是比较能吃。 至于酸耳腊女,我觉得是因为恶心的原因喜欢吃酸的,多酸的我都能吃得下去,还感觉不到多酸。 四,如果三灰尿减六个月以内,都没超过六,后期有一项血肠龟的细胞百分比值高过了正常值,其他都没有出现异常的现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气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